很多都知道中国文化远远流长,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影响到世界各国,无论是中国的悠久历史还是中国的美食都可以说是独具特色,尤其是我国的美食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吃货们,不仅种类繁多,而且因为地域不同的缘故,还分为很多菜系。 这部就有一位美国的星级大厨在中国第一次去农家乐,菜刚上完恨不得把盘子都吃了,很多都知道一般国外大厨对于美食都是格外挑剔的,而其中就有一位来自美国的星级大厨来到我国旅游,而他就选择了一家农家乐进行居住, 并且还想品尝一下当地特有的地道美食,而当他进入农家乐的时候就被欢快的氛围给深深吸引住了,因为在他们国家吃饭往往都比较安静,给人一种非常不自在的感觉,但是到了农家乐才发现这里非常的热闹,很多都可以放开手脚大吃大喝不受任何的拘束,而这名大厨在中国朋友的推荐下也选择了很多美味菜肴,不过当菜刚刚上期的时候这名大厨就忍不住动起了筷子,而面对地道的中国美食他也是目瞪口呆,甚至还忍不住多吃几口,但是他还想要学习这样的做菜手艺, 毕竟这样的美食在他们餐厅也能够大卖,对此外小伙伴们怎么办?